这次探访还有意外收获 在眉山青神瑞丰牙牧群的江对面 还有一片牙牧群 鲜为人知 难得的是 我们还在其中一座墓的门口 发现了纪念 更不可思议的是 我们在探访的过程中 偶然发现附近一家人住在山洞中 于是顺便去探访了一下 究竟是什么样的山洞呢 大家好 我是蒋叔 我和蒋叔现在在四川的青神县 寻找一片非常隐蔽的牙牧群 在这儿问了很多人 他们说的地址非常模糊 因为四川话我们也听不太懂 大概就在这一块 咱们找一找 走到这条小路上 就突然看到一个护栏 这地方为什么会莫名其妙的护栏呢 我怀疑 这个蛮洞子可能就在这 也就是这个牙牧啊 当地人叫蛮洞子 就是这儿 就是这儿吗 好 看着文宝的表屎了 是吧 我看洞了 太棒了 很顺利 这个牙牧群呢 一共是七座木 但是比较容易找到的啊 就是两座木 这儿是一座 来 看这边 这边还一座 这座木啊 那个木道口啊 全被植物给挡住了 折住了啊 看起来很圣人 咱们先看这个 容易进的吧 看这个牙牧啊 这是东汉的牙牧啊 这个门口呢 有这个柱子和斗拱的浮雕 这上面还有很多浮雕 然后这里呢 还有一些人物啊 这个都看不清了 缝化的太严重了啊 快两千年了 就这个看得清楚啊 这是一个 明显是一个人物啊 可能是一个神像吧 我估计 为了给大家拍庆祝牧室 我今天特意带了个大手电啊 然后咱们进牧里去看看 来 这是一个两层门楣的一个木门啊 哇 这里边这个门还是很矮的 拱不着腰啊 大家看这个涌道两边的这个凿痕啊 特别的粗 这是第二道木门 这个涌道的边上啊 有两个侧室 看到吧 这是一个侧室 这个侧室都被涂给埋了 这里边有一股花霉的味 哇 大家看这儿 两口棺材啊 两口石棺 这叫连体棺 两棺材连在一块 估计是一个福气和藏木 永到的近都还有一个深沟 让大家看一下 哇 非常的深呀 这可能是为了防水啊 设计的一个深沟 里边还有一个蝙蝠正睡觉呢 大家看这个水啊 一旦漫过这个水坑 然后这水就通过这个深沟 就导出了木外啊 这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排水系统啊 棺材边上也有一圈沟啊 这个水呢 如果流到棺材上面啊 就顺着沟 看到没有 也是顺着这个地面的涌道的沟 排出去 排到木外 这墙壁上还有一些小孔 我估计啊 这可能是后人在里边住 打的一些孔洞 走 出去 看那个 来咱看看这个 圣人的这个 这还得穿过一个棺木丛 现在也没拿登山杖 也不知道里边又没有蛇 小心点啊 所以你在前面走 嗯 来 哇 这个木漂亮 这里就是木门 那里边似乎还有点光亮啊 不知道是啥东西 然后大家看 这个门楣上啊 好像还有雕刻的文字 看不清了 那上面还有一些 浮雕的斗拱什么的啊 一些仿木构的建筑 然后里边的雕刻也特别精彩 这些雕刻将近两千年了 这是不看白不看啊 看了就转了啊 大家看一看啊 来 看到没有 这有两个人物 虽然已经风化的很严重 但是还是很清晰的啊 这是棋盘 这是一幅对异图 最关键啊 这还有字 中平 这看不清了 应该是中平三年 也就是说这座墓呢 是中平三年 公元186年 汉陵帝的那个年代啊 也就是这个墓主人 去世的时候 三国就即将要开启了 这么一个时期 这个浮雕啊 这是一个卧阳 这是阳卧着呢 然后转头看啊 回头看 这儿有个极字 这个阳呢 叫极阳 应该也是 祈求 即将平安的 这么一个意思吧 走 咱们进入这个墓 地下也有派水沟 这两座墓 很有可能是一个家族墓 它的形质差不太多 然后 这边不知道为什么 被人开凿了很长的那个沟槽 可能是后代人干的事吧 然后大家来这儿看一下 非常奇妙 这崖墓的上面竟然有一个洞 从哪能看到天空和上面是树 可能很多人觉得 这可能是个稻洞 是吧 其实这还真不是稻洞 据说是原来当地人 想开一个化飞厂 在上面要建厂 然后打地机 一会儿什么时候吧 扫了一个洞 把这个墓给糟通了 这个 涌道也不太长 咱们很快就能走到头 这是一个测试 我估计啊 这应该是一个耳式算是啊 还是放置一些陪葬品的 这座墓呢 这座墓呢应该是当地的一个贵族墓呢 墙上还有两个颠覆 墙上还有两个颠覆 然后在这儿大家看 有两座棺材 在棺材对面啊还有神龛 这地方可能放过一些神像 这就是那两口棺材 还是连体棺 也是连体棺 连在一块儿的 应该也是夫妻二人的一个合同 我也不知道那两口棺材里有啥东西啊 反正我没靠近啊 这三只蝙蝠就在这儿狂飞 阻止我们靠近 好了咱们现在出去了 这附近有非常多的牙牧 但是能够看到这个明确纪年的牙牧啊 少之又少 咱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些牧主人 他们可能和这个三国时期的这个 应该不叫三国 东汉末年的何晋啊 董卓啊 汉陵帝啊 和这些人可能是同时代的 是吧 甚至他们可能见过董卓 见过何晋 见过这个袁绍等等人 是吧 四十三公嘛 感觉很奇妙 然后我们听说这个牙牧附近啊 有一家人是住在一个洞子里啊 一个山洞里 不知道是不是这家 上去看看 说您这儿有个洞子 我想看一下 怎么进去啊 从前边绕一下是吧 哦 哇 熟地啊 我们刚去那个蛮洞子看了一下 然后我说这儿还有一个 我们说过来看看 大哥他们家就住在这山洞里 多好啊 真凉快是吧 哎呀太凉快了 非常凉快 这里边太什么发誓是吧 啊 真舒服 这穿荡风 然后刚才那个山下那个大哥说说上面还有个穿洞子 我可不知道啥是穿洞子 这在这儿住真凉快啊 是吧 真好这地方 而且这还能关景你看 从下边看能关景 然后前面就是民江 多美啊 大哥一家人祖辈几代住在这里 现在虽然住上了新的砖瓦房 但这个洞子连通着平台和新房相当于天然的走廊 夏天在洞子里吃饭睡觉相当巴适 可惜大哥说这里也面临着拆迁 我没好意思问洞子的来历 看他的人工痕迹 似乎也属于牙牧群中的一座 或许是历史上曾有人打通了这座牙牧 变成了通道 传洞子的旁边还有一座牙牧 大哥说这儿还有个洞 这儿可能也是个牙牧 这边牙牧真多 慢点啊 真的 这个门封上了 这咱就不进了 应该是储藏东西用的大哥家 正好 好了 带大家刚才瞻仰了一下 东汉末年和汉陵地 什么何进董卓同时期的牧主人的牧 然后又看了一个奇观 这上面有一家人住在一个洞子里 刚才我们仔细看下那个洞子好像也是用这个汉木改造的是吧 对上头还有那个门楣呢 对有门楣有雕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做在这儿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个大小的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